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天又來和大家看下賭收、用電及相關經濟數據先啦!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先喔! 在2020年澳門政府的經常性收入已經跌了六成半 這個消息就來自財政局公佈的中央帳目 在2020年澳門政府經常收入有459.8億 同2019年的1310億比大幅減了850億 減幅達到六成半 而當中來自賭收博彩稅 是有298億的,跌了73.5% 在2020年政府有三次修改財政預算案 當中包括兩次動用超額財政儲備 令到中央帳目的資本收入大幅增加487.1億 是高於平時經常收入 在2020年度中央帳目的總開支是912.9億 按年增加11.2% 當中經常性開支轉移、資助及補助項目達到564.5億 相比於2019年增加110億 是除了人員開支之外 唯一增加開支項目 看完稅收及開支 跟著我們再看看澳門的用電情況 根據統計局公佈 在2020年澳門本地的能源總消耗量 是比2019年少了15.8% 當其中第四季跌了差不多三成 即28.4% 當中電力消耗量跌了8.4% 主要是場所及政府機構分別有六德跌幅 住宅用戶電量按年上升6.7% 第四季車用無原汽油售價按年跌了差不多兩成 有22% 石油氣的平均售價也有跌幅 冠裝跌了3.3% 中央氣跌了3.1% 根據統計局公佈 1月份澳門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有按年跌了1.18% 是連續第五個月下跌的 跌幅是比去年 2020年12月擴大了0.31% 統計局指 主要是因為去年農曆新年是1月份 以年利率來計1月份的通脹是0.46% 升幅收窄了0.35% 是賭收和電力方面的數據 現在都整理了給大家看 大家又有沒有看到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說賭收 賭收跌到只有298億 跌了73.5% 反推 即是他原本 預計差不多有1,124.5億這個數 計算整年稅收 政府一共貼了400幾500億出來的 如果只看數 又不算是很多 不過看回現在2021年這個新年 我自己估計 今年澳門整個賭收 都很可能只會比2020年好一點 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今年澳門政府都還要再貼錢 去維持日常運作 至於用電上面其實都很簡單 主要都是那大堆賭場酒店少過生意 少了用電 如果是照電力情況這樣看 政府跟你說 遊客的數據有好轉都只是騙你 另一部份就是住宅用電上升了 其實在疫情下邊 個個都不出街 在家的用電當然上升了 最後 就講到通脹和通縮的情況 其實這些數據我自己覺得是沒什麼意義的 因為澳門大部份東西都是在大陸又或者海外進口 只要大陸的匯率升 我們都一定買日常東西是貴了 上一年也有做派錢和經濟援助 有些沒良心的店鋪又會乘機加價 你們都知道我講那些超市 所以通縮一定不會點升 就算是有都只是會好少好少 以這個2021年1月做例子 澳門這邊以連累率去計 都還有0.35的通脹 即是證明進口的東西是貴了 另外再看回1月份澳門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下跌為1.100% 是連續第五個月下跌的 這個數據如果大家按照產品進口的想法去思考 如果人民幣沒有升 其實這個通縮的比例會不會是更加高 還有肉價、菜價、米價 如果都沒有升到 上面所講消費物價指數 會不會又跌得更加厲害呢 又假設一下政府在2020年沒有援助 沒有派錢 那數據會怎樣呢 會不會是其實那個數據已經是很差的呢 但是因為各方面收息拉高了通脹 才有這個數據呢 這方面其實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 今集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裏先啦 大家看完記得先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